胡大白 胡葬物來賠呀 來賠呀 大家好,我是 spec Thanks 律師 本期節目由四把六團ик給我獨家贊助 前陣子在網路上流傳了一支影片 是一名騎重機騎士跟酒駕的汽車駕駛之間發生車禍的影片 那當時就有蠻多網友把影片寄給我 希望我可以講解一下到底是機車騎士的錯 還是酒駕汽車駕駛的錯 好,那今天就有時間來跟大家講解一下這支影片 不過這邊還是要先提醒一下大家 本頻道就是個法律性質的知識型頻道 那我們是單純就影片的內容就是論事 跟大家說明一下這樣子的事件 雙方在法律上會有什麼樣的責任 那並沒有要站在重機騎士那邊 也沒有要站在汽車駕駛的那一邊 更沒有要帶什麼風向 所以這一點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不要再幫我貼什麼標籤了,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騎士摔倒在地,駕駛發現撞到車立刻下車道歉 騎士認為駕駛沒看車讓他好生氣 你不要看左邊是不是啊 你不要看你啦,你輸開啦 不管你的事 你不要看左邊是不是 他就罰你了 我已經閃你了 駕駛一度想要移車被拒絕之後 詢問要賠償多少 就算打電話報警都像是在推託責任 騎士聽不下去 駕駛來陪啊,來陪啊,來陪啊,我陪你,你陪我啊 騎士氣到雙腳踩上轎車的引擎蓋上 用腳踢壞擋風玻璃還有後照鏡 轉出來看右邊啊,左邊不要看吧 你有沒有考過駕駛啊 事發就在新北大都會微風院河橋下 這裡是閃黃燈路口,發生奇蹟車車禍 騎士因為頭暈想吐,還有腳痛 也打電話叫救護車 事後將影片上傳到網路上 表示肇事駕駕駛酒駕 目前驗商提出過世傷害高速 只是自己也涉及民視毀損 認為換取對方行事相當划算 雖然酒後開車不對 但是攻擊車輛的行為恐怕也成為不良續犯 哇,這個機車騎士不僅脾氣很大 精神也是非常的飽滿 雖然被撞一定會很生氣 不過被撞之後呢,還有力氣跳到引擎蓋上面 而且還把照後鏡踹掉 這個到底是吃了什麼 那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網路上也是分成兩派的說法 有的人說呢,酒駕就是該死 光是酒駕這一點呢,汽車駕駛就是絕對的理虧 但是也有人說,汽車駕駛它是轉彎車啊 那轉彎車沒有禮讓執行車 所以機車騎士是被造勢的一方 機車騎士沒有錯 不過也有人看不慣機車騎士 踹汽車照後鏡的行為 認為這個機車騎士真的是太過囂張 等等各種說法 其實因為有很多網友都有在開車騎車 所以對於道路交通管理規則 多少都有一點認識 可能看到這個影片很快就會聯想到 轉彎車要禮讓執行車 不能夠酒後駕駛這些交通規則 可能就會覺得說這個汽車駕駛不僅是轉彎車 那它沒有禮讓執行車 那又另外多了一條違反酒駕的規定 應該是理虧到不行啦 所以即使這個機車騎士態度真的很囂張 但是機車騎士應該是完全沒有錯的 這樣子的想法 但是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子的 首先要跟大家釐清一個概念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路犬這個名詞 比如說在十字路口 綠燈亮的那個路線的車輛 就是有路權的那一方 那轉彎車要禮讓執行車 也是因為執行車是有路權的關係 所以路權的意思就是指 這個用路者它有優先通行的權利 但是大家注意 是指有優先通行的權利 而不是絕對通行的權利 所以汽車在綠燈亮起的時候行駛 那看到前面有個行人他走的比較慢 那還沒有過完馬路 那這台汽車駕駛就想說 我現在是有路權的那一方 所以我就要開過去把人撞倒 也是沒有任何責任的 那這樣子的想法就是大錯特錯 雖然原則上有路權的人 是有優先通行的權利 但是不代表你在路上就可以見神殺神 見鬼殺鬼 法律上的規定是 當有人違反路權的規則的時候 是可以處理罰還 比如說闖紅燈是可以處 新台幣1800元以上到5400元以下的罰還 那轉彎車沒有禮讓執行車 可以處600元到1800元的罰還 而如果有人違反路權的規則 而發生車禍的話 通常違反路權的那方 就會是造勢的主因 要負擔比較大的責任 但是另外一方對於車禍的發生 如果還是有應該注意而未能注意的過失情況的話 那麼還是要看雙方發生車禍的過失比例 來決定所負的責任 那就像是有人因為闖紅燈而發生車禍的話 通常闖紅燈的那一方 會是造勢的主因 要負擔比較大的責任 但是如果說另外一方 他明明看到有人闖紅燈 而且呢他是可以避開的 但是呢 卻還是因為過失而撞上去了 那還是要負一定比例的過失責任的喔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車禍的事件 到底是誰的問題比較大呢 首先呢 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轉彎車要讓執行車馬 這個車禍呢 很明顯就是汽車駕駛他沒有等執行車都過了 他就冒冷的開出來 因此呢 發生車禍導致機車騎士受傷 所以呢 這個汽車駕駛有過失傷害的責任喔 可能會構成刑法第284條的過失傷害罪喔 那是可以除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 以及呢 這個機車騎士也可以對汽車駕駛提出民事損害賠償的請求 那這部分呢是沒有問題的喔 不過呢這個機車騎士的部分 欸就真的跟他所說的一樣 轉彎車要讓執行車 所以機車騎士就沒有任何問題嗎 我們再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下這個影片喔 15號早上9點多 35歲理性駕駛從停車場開出 和33歲的驗行重機騎士撞在一起 好那從這個影片內容就可以看到 欸那個機車騎士遠遠的 欸明明就看到這台汽車要開出來了喔 那但是呢這個騎車騎士 卻是選擇從慢車道 直接飛速的超過兩台汽車而切向快車道喔 那意圖呢 搶在這個汽車開過馬路之前 欸想要先衝過去嘛 那但是呢就因為時間上最後還是來不及喔 所以呢還是發生了碰撞喔 所以呢那台汽車雖然沒有理讓執行車喔 對於車禍的發生是要負過失責任的喔 因為路犬是在執行車的機車這邊嘛 但是呢我們也說到喔 路犬並不是絕對的喔 所以呢機車騎士他明明遠遠的 就看到汽車開出來了 那他可以選擇待在原地等汽車通過 甚至呢如果說他待在原本慢車道的地方 欸可能就不會發生任何碰撞喔 也就是說呢這個機車騎士 他是有因注意並能注意 但是未注意的情況喔 所以呢這個機車騎士對這個車禍呢 也是負有過失責任的喔 而因為呢那個汽車駕駛 欸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受傷啦喔 所以呢是不符合過失傷害的要件 因為沒有受傷嘛喔 所以呢汽車是不能夠對機車騎士 提出過失傷害的告訴啦 但是呢在民事損害賠償的部分呢 汽車駕駛他就可以主張喔 這起車禍呢機車騎士 欸他也有責任啊 所以呢是可以移民法第217條喔 損害之發生或擴大 被害人予有過失者 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支 這樣子的規定呢要求來減輕賠償的金額喔 另外呢這個新聞報導上面也說了喔 欸這個汽車的駕駛呢 當時是處於酒駕的狀態喔 酒測值已經達到每公升0.15毫克 那這個部分會構成刑法的公共危險罪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刑法第185條之3喔 關於酒駕構成公共危險罪的規定呢 是指喔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喔 如果說呢吐氣所含的酒精濃度 欸他沒有到0.25那麼高的話喔 他是低於0.25而高於0.15的話喔 那則是依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35條的規定呢 汽車駕駛人呢是可以處於新台幣3萬元以上 12萬元以下的罰款喔 並均當場一致保管該汽機車喔 極跳扣騎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喔 所以呢這個汽車駕駛雖然是酒駕啦喔 但是呢因為他的酒精濃度還沒有到達刑法所規定的0.25毫克喔 所以呢他是只可以處於酒駕的罰緩喔 但是呢是沒有構成刑法的公共危險罪的 好所以呢那個機車騎士喔 他在踹汽車照後鏡的時候說 欸我一條明示迴旋換你一條刑事的傷害跟一條酒駕喔 其實這樣的說法並不是完全正確的喔 而且為什麼那個機車騎士當下就知道別人酒駕 好那另外呢機車騎士說了喔 他是明示迴損喔 這四個字呢 欸其實也不是完全正確的喔 因為呢毀損罪喔是規定在刑法第352條到第357條之間喔 那他是屬於刑事的罪名喔 所以呢這邊機車騎士他毀損汽車的照後鏡的行為喔 汽車駕駛呢是除了可以告機車騎士刑事的毀損罪以外呢 還可以請求明示的損害賠償 那這樣子呢才是正確的答案 好所以講到這裡呢我們就可以做個結論囉 以這個案子來看喔 機車騎士喔可以對汽車駕駛提告的是過失傷害罪喔 以及請求車禍的明示損害賠償 但是呢汽車駕駛 他是可以主張減輕賠償責任的 而汽車駕駛呢雖然是要繳交酒駕的罰還給國家啦喔 但是呢也是可以對機車騎士提出刑事的毀損罪的告訴喔 以及請求毀損的明示的損害賠償 所以呢這樣子看起來雙方都可以對對方喔 提告一條刑事罪名跟明示的損害賠償 嗯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差距喔 所以呢這樣子大家應該就可以了解了喔 無論呢你現在有沒有路權喔 在馬路上出了遵守交通規則 也要盡量離讓跟保持安全距離喔 不要橫衝直撞 當然也不要酒駕 否則沒有人會使贏家 好不好 好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啦 想知道更多的法律知識 別忘了訂閱贏真律師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和我的臉書粉絲按讚 那記得趕快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囉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掰掰